時事焦點熱門話題 專業評論員時事觀察 時事觀察 各位聽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梁建峰 到了星期五這個時間 大家都知道對話韓仁 韓仁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今天說什麼呢 我想大家聽眾朋友都猜到了 當然是說兩韓的歷史性會面 特別是朝鮮的領導人 可以說是戰後第一次踏足南韓 去到韓國 你覺得這次兩韓領袖的會面 你一定看到很多觀察點出來的 跟他們分享一下 講兩韓之前 講講馬克龍線 法國的總統 走到華盛頓 今個禮拜 我想幾件大事基本上 一個主題就是一個字 傾 傾傾傾傾傾傾 總之現在世界上有幾個 幾個 好爆炸 有隱患的 語題 基本上現在在傾傾 馬克龍去到華盛頓 基本上我估他 有兩個目的 第一 就是搞定歐洲 歐盟 跟美國的貿易關係 美國是 徵 降壘稅 歐盟都 央急的 但是 特朗普豁免了 他一段很短的時間 五月初 豁免就期滿了 今次馬克龍上去 去商量 看行不可以 歐洲 得到永久的豁免 我估現 這什麼 基本上 真是 特朗普 搞這些 降女稅 主要是針對的 不是歐盟 不是他的 所以欧盟,我估计特朗普也不会搞到民国怨声载道 所以就算不永久也好,一段颇长的时间豁免 基本上这个问题就不成了一个大问题 马克龙跟特朗普谈的第二个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伊朗的核协定 伊朗停止核试这个协定是世界性的,有若干的国家都参与的 特朗普上台,威胁退出这个协定 5月初,大概是5月10多日,游旗门 这次呢,特朗普会不会再给一个延期给他 继续让他存在呢? 这件事就难说了 我估计那个结果就不一定是很好 伊朗就不接受美国的威胁 你如果退出呢,这个核议就没得谈了 我们不再搞了 特朗普整天想重新搞过 认为对美国不是很公平,不是很有效 所以整天就是要推倒重来 马克龙今次就希望他不要搞得那么激 马克龙自己的同意 这个协议不是那么完美的 应该是有些,应该要改一下 但是不要搞得搞祸他 如果特朗普真的一条心搞祸他 马克龙今次就基本上去到华盛顿的结果 这个任务基本上就没得完成了 马克龙和特朗普在华盛顿的会面就很开心 有国宴,有国会演讲,规格就很高 但是有什么实际的成果呢 我认为就没有什么实际的成果 马克龙想要的那些东西 如果特朗普原来就准备给的 那就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特朗普原来准备不给的,也都会不给 法国今次就想代表欧盟去搞 一个大国的,摆出大国的姿态 其实在欧盟呢,法国就不是第一的 最话得事的还是德国 德国的总理默克尔呢 遲些过几日又来华盛顿了 其实呢,德国来和默克尔来和特朗普谈 先正是实际解决美国和欧盟的关系的 总而言之 马克龙今次去到华盛顿 看就很好看 搞得很虚陷,很厉害,很好看 但是呢,实际的结果就不是真的那么大 那两汉,大家都知道了 这次的会谈呢,基本上是出乎世人所料 在很短的时间里就搞成了 那这次呢,我认为肥仔就出尽风头了 这个人,影响好气,我觉得他 尤其是有一个插曲,非常精彩 就是一过了三八线的时候呢 据说呢,就是文在寅,南韩的总统就说 你今天就来了 那我什么时候才能过去你们北面呢 肥仔公园就直接说 现在呢,怎样呢 立刻就拖着他,也不用他说话 拖着他就拖了过去 那我站了一阵,大概一分钟左右 那我先就回回头 这个插曲,这个片段我认为是认真精彩 首先就是即兴的 事先据说就没有列在议程里面的 那肥仔呢,童然能够想出这一招 是,好厉害 那么,签了板门店协定 非常高调啊,要停止敌对关系啊 停止战争状态啊,等等等等 大家一起谈那个半岛模刻啊,等等 非常之高调 看到那些人呢,每个都很开心 心头那块大石就放了下来 那这个协定呢,能够搞成的确也是很大的成就来的 那但是,朝鲜半岛到底是战是和呢? 那其实就不是南北韩的,你们两个人呢,就谈谈就可以的 最紧要的呢,都还是美国和朝鲜和北韩 看看谈得如何 那据说,六月初呢,就... 特朗普就会和肥仔谈啦 那么,现在据说呢,地点有五个 时间呢,也都有几个方案可以选择的 那么,见不见得成呢? 我认为,见就一定见得成的了 但是,见得成之后,谈不谈得好呢? 就是一个极大的疑问来的 特朗普一定是要求他,所谓的气核呢 就是要把那些核武器交出来 消毁,是吧? 你不能够拥有核武器 而肥仔呢,认为呢,所谓的气核呢 就是... 首先,我现在呢,就说不施了 暂时不施了 那我就冻住了 我又不做新的 但是,我拥有那些 现在必须继续拥有 慢慢慢慢谈 谈到,我觉得安全了 你不会打我了 那时候我才再选 或者交出来也好 或者消毁也好 那时候才算 但是呢 美国方面一定不肯的了 特朗普现在觉得 肥仔之所以 这次180度大转弯 能够搞成这样呢 这个完全是国际的制裁 美国的压力 就算呢 还加上中国 习近平的帮忙 所以呢 优势一定是在他那边 所以 一定是继续施加压力 加诸北韩的这些所谓的协定协议 其实 哪里是什么协议啊 直接是城下之盟 差不多就是要你投降 绕阀 所以 肥仔 会不会答应呢 我觉得是极大的疑问 再加上 你不要看现在版本占协定 南北韩和平 这些这样的 这么高调 这么说出来 但是呢 北韩这方面的记录呢 就不是很佳的而已 已经是几次呢 就是搞到好像 成功了 到最后都是不成功的 所以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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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北韩这样的会谈 好事例 非常之好 能够搞成这样 出乎世人所料 但是 到最后 那个 真实的 效果 成效 有多大 这个 还是一个疑问 不过 无论如何 谈好过打 有得谈 就好过真真正正 大家真刀真槍 这样打 就算不打也好 大家在那打口水着 在那喊了大架 那都是 不如坐下在那里 慢慢谈 那么 六月的时候 特朗普和肥仔的聊天 我觉得 机会是有的 缓和的局势 是可以 营造出来的 气氛还是OK的 不错的 但是 实际效果是怎么样 我们还要进一步看 我个人就不是十分乐观 最多都是 紧慎乐观